去年的今天 5月3号我种了这种紫色的豆子 然后接了好多好多 到现在我们家冰箱里都还存在好多 去年我就俩在种黄色的 昨天我跟我一个法国朋友说 我说我明天要去种豆子 种扁豆子 他说不能种 说法国这边的说法是 你要是2月23号之前种的话 就只能接一部分 如果说23号以后种的话 就百分之百接好多好多的豆子 可是我一想我去年就是这块种的 所以我还是想试一试 我留了三笼地来种这个豆子 所以我打算拿最后这个 试一试 今天看到底是现在种还可以 还是一定要23号以后种 我这个反正是个试验田嘛 所以我就试验试验 一切都是试验的 而且现在种如果 就可以找一找着有收获 这样分批次呢 就免得一下一起成熟以后 吃都吃不完 扁豆就是特别喜欢 特别讨的太阳热热的天气 所以扁豆长得特别好 所以我把我这块全天都能接受太阳的地方 拿来种扁豆 这次试验的这个扁豆 这个时间种 跟过到23号以后再种 看他们的收获到底会怎么样 法国的扁豆品准是特别特别多 有吃肉的 有就是吃豆的 英国人他们就特别喜欢这种开橘色或扁豆 可是我觉得这种扁豆就是一个薄片 嗯 里边肉非常薄 我呢 还是比较偏向于更喜欢中国的这种 肉厚厚的这种扁豆 吃起来更有味道 煮出来也更香一些 这样法国的扁豆就是它皮很薄 籽特别大 主要是吃籽 咱们中国的这种扁豆呢 它就是肉特别厚 而且一根是一根的 这种梅豆也非常好吃 所以我打算今年还要种一些 中国的这种大豆子呢 就算豆没有英国的这个大 可是呢它就是肉比较厚 英国的这个就是豆非常非常大 皮薄薄的 种豆之前呢最好是 如果你希望发芽快呢 就头一天晚上把它泡在水里面 发一夜 然后它就发芽特别快 放种子的时候呢 可以多放两粒 因为不见得都会成活 这样到时候可以选建造的苗 把它留下来 刚刚种的时候可以盖薄薄的土 等它发芽以后 长高以后再培土 如果温度还不是很高的话 可以上面盖个塑料膜 让它保暖 记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总是听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所以我到了这边以后 一到了清明节后 我就开始把豆子 豆和瓜的种子全部种在地里边 可是后来发现不行 好像有的就不出芽 第一年可能是气候条件比较好 还真是长了好多豆 后来有两年种的豆 所以不发芽 今年我才发现 其实就是气候条件 原来我从来也没有注意过 法国的气候跟北京的气候 有多么大的差距 我后来发现北京都二十多度了 这边白天也就十多度 晚上有时候才几度 我发现气候条件是太不一样了 所以说有时候种东西 真是要多多地观察当地的气候 为什么说有时候 从国内带的种子到这边长就不是很好 可能也因为气候条件都不一样 英国朋友给我的豌豆种子 最早开始都撒了芽 到现在都没有长 法国买的豌豆种子 那就很快 很快就发芽了 看来英国跟法国这么近 有时候也不行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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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愿意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